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關於薩克斯風的調音 當我們薩克斯風在調音的時候 我們會先選擇一個基準音 它可能會是 或者是聲發 無論今天選擇哪一個音 我們都要準備一台調音器 用這台調音器來幫助我們去做調音 那我今天想要在這邊提醒大家的是 當我們在調音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必須去選擇一個 我們平常最舒服、最習慣、最自然的吹法 當你這樣去調音的時候 它調出來才會有意義 我們不需要刻意的 因為現在在調音 所以我們把它咬緊 或是我們把它放得特別鬆 因為當我們在 真正在吹曲子的時候 我們並不會刻意的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假設你在調音的時候 你的狀態不是非常的穩定 那你調完之後 你真的在吹曲子的時候 它的音準可能又會跟剛剛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在調音的時候 你用最放鬆、最舒服的方式去吹它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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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